14级重画区来讲 有将近400多公顷 这是台中市有史以来 第一大的重画区 那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全台式创新 而且突破传统 新安赞誉全台最宜居城市在台中 天下杂志幸福城市大调查 最想居住城市幸福感最高城市 皆由台中不惯 城市学与原建杂志合作 进行了全台青壮年人口的 网路问卷调查 2022年的移居首选 也是台中市 台中的移居魅力 除了气候和位居全台 南来北往中心点的位置 交通生活便利更是主因 交通路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不仅逢合都市 更影响都市发展周线 台中早年以火车站为核心发展的旧市区 市地重化后逐渐往各重化区 单元开发案扩展 重化区成为都市发展的新兴机会 台中市的公办市地重化 面积为全台第二 自办的重化面积更高居全台第一 全台最大重化区 就在台中的十四级重化区 抢手土地价值 绿地资源 商圈娱乐 夹带重化区的所有优势 备受全台主目 台中市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是还没有完整的规划 可是北屯就有第十重化区 第十一级重化区 跟现在第十四级重化区 就提供了北屯一个很好的机能 比较健全的生活区 重点是如果把大众运输加进去之后 这个地方的确是可被期待了 局长我们知道洲际棒球场是台湾 算是第一座的美式风格的棒球场 也是有国际规格的棒球场 为什么会选在北屯来兴建这个设施 第一个大型运动场馆在建设 一定要位居属于人口数比较高的区 那以目前在北屯区 它接近人口快达30万 是台中人口数最多的第一大区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交通地理环境要非常的便捷 旁边有74号这个快速道路 捷运的绿线 交通的联络网 公车巴士等等 还有台铁 都离洲际棒球场算是相当的近 汉神洲际购物中心 它其实是位在 未来会位在洲际棒球场的旁边 那其实呢 我们为什么会看好这个区域 是因为它位处于一个中张头 最重要的移动的大洞迈上 是74号的一个快速道路上 交通的非常方便 它在国道1号跟4号的一个 连接工程上都已经完工了 相信14期它会成为 台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区域 目前14期附近呢 最主要有两个重大交通建设 就是我们国道1号 衔接台七四线 以及国道4号 风坛段这两个交通建设 那国道4号风坛段 支撑比较前面 预计在111年底 或是112年初 就会开始通车 住在这一段的民众 他就不用再经由国一 再接到风源 他可以很快地经由七四 就有国四风坛段 就可以快速地抵达 风源石缸跟东四一带 那另外国一接台七四 预计会在112年底的时候通车 也让14期这一块的民众 可以接由七四 就可以快速地前往国道1号 往北或往南 比如在经由中心路跟环中路 这个拥挤的路口 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旅行时间 洁明哥最近呢 在台中市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去14期的重化区 您怎么来分析 其实关心14期 其实应该原因是他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就是台中最著名的中央公园 67公顷 大家充满想象 这边也规划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地方 叫水南二分埔生态公园 还有一个叫土顾溪 所谓的青植公园 所以是非常的高绿意 你走离这个森林之后 旁边就是著名的水南经贸园区 所以这个区域是规划的非常的完整 也是14期让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绿地还有经贸园区了 如果把14期重化区分成东西南北 因为它中间是空调的 东边因为靠山 所以相对它的生活机能比较理想 然后北边呢 因为它靠近毯子了 它有洲际棒球场 探神百货跟这未来的小巨蛋 那边会比较热闹 所以其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讲到台中最著名的就是两个商圈 一个是中青跟崇德 没错都在14期附近 那当然这里面是 尤其是我们叫崇德 崇德有人说一句话说 这叫做美食的华尔街 当然大家最期待的事情 还是汉神洲际 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可以让带着家人一起去购物 这种感觉应该是超级棒的 即将有一个 洲际的娱乐商城汉神购物中心 就已经现在正在动工当中 耗资的预算相当高 也达到快60多亿以上 那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全台式创新 而且突破传统思维的一个新形态的商场 那这个商场呢 未来我们希望融合购物 体验跟相关的休闲娱乐 都能够在这里 消费者在这里能够一整天 能够满足他吃喝玩乐 然后休闲的一个功能 最后我们来问一下 那个家长非常关心的议题 就是学区了 你知道这地方 有非常完备的学校 这里面最著名就是 马里逊国际学校 这大家都知道了 台中最知名 学校未到中学 没错 也在十四期附近 还有一个就是 名道普林斯敦国小 其实十四期还有一个彩蛋 台中大巨蛋 艺文文化 还有演唱会 而这新的元素 会吸引更多人来这边居住的时候 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还有台中巨蛋即将要规划 还有绿美图 中央公园 还有水南转移站 我想它是一个集合 娱乐 运动 观光 休闲 甚至绿美图 教育文化的功能 会在这一区 会是一个新的发展 台中七期重画 历时三十年的发展 成为台中市的正经核心地带 辖四十年来 最大发展优势的 十四期重画区 封藏各项优质环境 市场预估将会接放七期 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段度会区 中央正月 感谢观看